想到你滑上去的时候 就是你可以你在滑上去的时候 它会出来已经确定有抓到当下的那一笔资料 OK 所以呢 它后面的下一个动作应该就是确定 你既然都已经抓到那一笔资料了 就是到这 到这边 你已经抓到那一笔资料 所以你当然就可以顺便再把 那一笔资料的更多的资讯摆上来 对不对 所以它是不是把 更多的资料放进来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其实可以顺便去做一些运算 对 顺便去做一些运算 所以它是不是把 Profit用的Revenue去减了的Budget 然后Popularity这边也做了一些调整 然后Rating这边 然后也做一些调整 对 它是不是 它是不是在 你可以趁这个机会的时候 去把很多东西 组合在一起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边的做法 好 所以就在BuddyData这里 Shogash 多小一点 好 目前 目前你就捞到一笔 对不对 捞到最上面的标题的地方 看一下 是不是秀了这几个资讯 H3 H4这边 那现在在MouseOver这边 它是在 拿到了这个资料之后 它在增加更多东西进来 在这个地方去把BuddyData增加进来 所以也包含到你自己在做你的资料的呈现 所以你可以像我们一开始 我们比较多用的技巧是在 例如说这个Type这一段 Type这一段其实就是你第一次资料进来的时候 最大的过滤的跟修改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没有要用到那个Excel资料里面的那个东西 你这时候就可以把它干掉了 这个阶段你就可以把它拿掉了 但如果你已经 如果你那个 有要用到它或是有要转换的话 那你就可以在这个阶段去做转换的动作 对 所以不一定是说原本有什么 你这边一定要一五一十的拉进来 但是你可以在这边增加 就像它这边这样子 去把一些你要的东西能够做运算的 你就在这个阶段转换过来了 那它现在这边的做法 等于是在最后阶段了 就是你已经到了 已经丢到画面上去了 已经在画面上 你拥有的就是这些东西了 只是你还是可以再微调一下 所以它做什么 它是把这几个东西 发掘对上去 发掘留着 然后呢 revenue revenue 然后呢 哦 这个是多的吗 这个是本来没有的 profit 这个是本来没有的 所以它是拿什么 它是bar data的 它是拿这个revenue去减 去减掉那个budget 这个是本来 本来资料中 没有这个栏位啊 但它就在这个最后最后关头 这个阶段的时候 才去做运算 那这边开始也改了一下 改了一个什么 去把一些标题 因为这个东西是想要秀在画面上 popularity 所以在这个地方去调 那也不想要把这个资讯秀得太复杂 所以呢 把它去 四捨五入去整数 然后去把这个资料 秀出来 所以 资料视觉化的过程中 大概 你可以用的几个技巧啊 技巧上有包含到什么 你可以用的 你可以用的几个技巧 有包含到说像是 资料的 你怎么过滤资料的 你怎么从不同的面向 去看这个资料的 你怎么样在 一个改善的过程中 其实写叩 有些时候跟写文章很像 它是一个 一直不断在 rewrite 但是呢 写叩比较常用的名词是 重构 就是你不断在重构 所以如果你能够 假设你有 假设你做情报专门 有重构的过程 你可以讲 比方来说你原本写了 第一个版本 然后发现到哪边 觉得不是很好 所以你就再稍微调整一下 比如说 它这个 popularity 为什么要取mess.rong 铁定是 没有做的话 它出来的数字可能 太长了 或是在那个地方 显示出来是 很有问题的 比方来说你可以试着 同时你在观察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就是把它 这个console打开 就是我在这边再让它停 然后移动过去某一笔 最下面这一笔 然后呢去想 它为什么要把那个东西 pobularity 你看 它pobularity本来是长这样 13.165421 就是太细 这资讯太细了 所以它才会想要在这边去取 四折五度这样去把那个东西做出来 所以它应该会有一个原因 你会这么做总有一个原因嘛 就是觉得资讯太杂乱太细了 那看的人不需要看到它 所以这也是这套事实话里面 其中也有环节啦 所以你在做你的期末的说明的时候 你也可以把这样的想法拿进来 就是你本来做先做的第一个版本 后来觉得这个好像看的不是很舒服 所以就把某个东西用了什么技巧去调整 所以你会去这么调整 代表你同时知道两件事 第一个 你知道这个资料出来的太杂乱 所以你认为要简化资料 第二个 你知道JavaScript中有一个Mess.run 所以可以做四折五入 就代表你同时知道这两件事情 这也符合我们这门课的精神 踩在网页开发跟资料分析中间这样子 好 那它还剩什么 IMDB rating 它放什么 这个好像没什么 就只是把Volt这个放出来而已 然后最后这个 最后这个资讯我们比较少用到对不对 就是它有一个是 这部电影的多个分类的 那现在多个分类的这个资讯 可能也是很杂 所以它怎么做 它是把这个资料拿出来之后.join .join是干嘛 是把原本的array的 是阵列的东西 散在各个阵列的每个元素 合并成一个字串 透过逗号结合在一起 那如果你已经有点忘记它到底拿到什么 一样 就是你再把debug打开 那我们挑比如说阿凡达这一步 阿凡达这一步 然后呢 这个多分类的 它有个多分类的里面呢 就说阿凡达这一步同时是 动作片也是冒险片也是科幻片也是科学片 就是这四种的综合体 它这部片应该综合这些元素 所以 那它本来是一个array 没有这四笔资料 它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呈现的时候 就把这个array的元素全部拆开 然后用逗号隔开 组合成一个字串这样子 好所以 你就同时要知道 有这个语法 要不然我怎么会用 对不对 你要同时知道 join是用在array身上的 因为你前面这个东西是正列 所以你才能够后面去跟join的这个方法 好 所以你在准备期末的时候 应该可能 有些时间你是在看 资料的分析跟呈现 有些时间你可能是在看 html css javascript 这些东西 你才会知道怎么做 可以让你的最后的这个网页有更好的效果 好 好 在组合出body data之后 他是做什么 好 在这后面再加上去 对 我们当时这边都写完了 在最后面在这边再加上 c3 select 他加了一个什么 找class为tipbody的地方 点select all 去弄什么段落 tipbody里面段落 然后把data data去用刚才上面那个bodydata进来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去做什么 show t 然后点html 指定class为tipinfo 然后呢这个时候再去把什么 他去做什么 点html 里面的每次寻访的东西 每次寻访的东西倒进来 你看到这个箭头是 后来Jossware function的写法 他在这里面去把什么东西放进来 两个东西 每一笔资料里面的前面那一间 跟前面那一间放前面 然后呢中间加插一个mout 再跟后面那一间的资料 所以他在讲什么 他是不是讲你在寻访bodydata的时候 每一间每一间房间 比如说这 D0 D0 比资料进来了 前面这个就是D0 然后中间加一个mout 后面D1 就是后面这个人数 然后把这个人数挂进来 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东西出现这样子 好 那写完之后再回去看看 看看这个资料有没有出现 有吧 太小了放大一点 有吧 下面是不是有budget revenue 就是那几项 你的bodydata那几项 budget revenue Trofit TNDP popularity Rating 多个分类有没有照豆豪隔开 有 这几笔资料都有了 然后 你在CSS里面有 上次有玩过一个奇怪的东西 就是他去设定偶数不同颜色 现在才看到了 对 你现在才看到 偶数可是不是 颜色不太一样 现在才看到 现在才看到 现在才看到这一段 设计的那个样式 现在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应该就有看到这个效果出现 好 那这个做完之后 发现到一个问题 发现到一个问题 如果你切到其他项目的时候呢 有些bar的资讯 丢不出来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切换过去的时候 你切换到某一个 例如说你现在 切换到某一个去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 第一个这部电影有 Superman return 这有几笔 你原本刚才在revenue 没有的那几项 资料没有带过来 资料没有带过来 对不对 就没有资料 现在会看得到资料的 都是刚才在 我从revenue切到bargen 刚才在revenue有的那几个 现在就有 那没有的 就会 就不见了这样 Superman就不见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的body data是在 什么时候去做出来的 是在这边 是顺着这个listbar data 当下这个 可是当你切换到另外一个 另外一张图 秀出来的时候 mouse over的这个事件 是没有更新到 就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怎么样 让它在资料更新的时候 也有去做 你的各个mouse over 各个事件 也会拿到新的资料 所以你要在update的时候 再去把它呼叫一次 去选当下的 就是你现在update 等一下跑完的时候 那时候 你的class bar是会是新的 所以你在那个时候 再去绑一次mouse over事件 还会绑到当前的这些资料 这个当然就很细微了 就是一开始 如果你对那个网页的运作 没有很了解的话 你就会不知道这个问题要怎么解 它的解法就是 资料有更新了 所以这个时候再把 新的这些 这些滑鼠事件也都绑进去 这样子 好我们来试试看看 它说你去找到你的update 的那个function update function 在这里 对不对 这一方 update function 在这里 你在update function的结尾 这个地方 去把那个互动的 互动的这一段给加上 D3.slave clubs 然后呢 去把那三个东西加进来 起来 吃掉吧 答案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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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百 edge 好 那你这个改完之后你再测试一次看看 现在改完这个了 然后一开始 第一个画面没什么问题 当然每笔资料都拿到 第二个画面 叠换完之后 Superman那笔 哦来了 Superman这笔资料就来了 每笔资料都有了吧 每笔资料都有 再画一个画面 有吧 每笔都有 但是呢他这边告诉你说 这也是一个很细微的东西 他说你在切换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他很 闪烁啊 就是那个瞬间切换东西就会让你有闪烁的感觉 瞬间 通常你要让他有一个比较温和感觉 就是要delay 就是要稍微有给他一点时间去转换 就会觉得没那么 所谓的闪就是瞬间突然跳过去 瞬间跳过去你就觉得东西在闪 那他慢慢的过去你就不会觉得他在闪 那怎么样让他从 他就过去跟变比较慢 就是挂一个transition 因为我们的transition有一个default的delay 有一个时间就把它加上去 看看有没有视觉上 视觉上有没有什么改变啊 他在哪里 mouseover时间 mouseover这里 他在mouseover的 这个要出现这个tip的时候的这个地方 然后呢去挂transition 去把transition挂上去 然后在他要离开这个话 离开的这边这里 他也在这个地方呢去挂什么 去挂一个transition 去把transition挂上去 真的有差吗 这个要感受一下才知道啊 好像有比较润一点 有没有 比较润一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 有润一点 但他没那么闪 换的时候他有没有 他有个时间差 如果你要让他再稍微变化一下 应该就是要去动那个transition的预设置 去把它改一下 它稍微比刚才好像又比较顺一些些的 这个例子应该差不多 还有没有了 对就到这个 这边的这个例子 好 下 目前 好 再看一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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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今天的最后这个版本也放来 我再开了一个 这边这个 如果你扣还是有点怪怪的 你再来我这个list 刚今天加的东西应该不多 就是让那个他弄了一个这个body data 然后呢再来的哪边这一段 然后呢在这里面去把他把段落段落这些东西秀出来 秀这些资料 然后跟 就是你换各个body data的时候他秀不出来嘛 所以他怎么做回到update data里面去 去把这个试验绑上去 这是我刚做的第二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呢 就是他在每次切换的时候稍微有点比较硬一点 所以呢我们在他进在他那个要变换的那个那个那个时刻 然后是o 大家去变换的那几个时刻 加上transition 所以他跑起来就到这边 加一个加这个transition 然后还有在他 换的时候这边 我把它加上出现跟要消失的时候都加transition 所以他看起来就比较温和一些些 但今天前面修改的地方大概这几项 那再来有两几个资源要补充给大家 如果时间来就很快的讲一下 就是 我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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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加到这里好了 第一个想要补充给你的是 比方来说你这学习做这么多 既然他是一个网站嘛 所以你可能会想要找一个地方去 把它摆上去 摆上去当然有很多的 选择性 我们找一个 目前我们做的东西是 纯前端的 纯前端的 所以 基本上你的元素其实就是那些HTML CSS JavaScript 那 就会有一个 你网站要放很多选择 就是你很多地方可以去放 但它会跟你的网站是有前端 是前端的还是是全端的 就是你有包含到 backend的一些东西有关 那现在介绍的这个方法 只适用于 很前端 就是你的网站里面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SQL 然后呢你不是用什么 不是用Node JS 不是用PHP 不是用JSB这些写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现在所讲的这个方法 那如果你的东西是比较复杂的 可能就还是要走 比较完整的整路选 例如说放到比较大的云上面 或是甚至是找一个地方搞一个 搞一个社会 你才能够去放这个东西 好 那我们现在要讲的是这个 免费的这个PHub page 所以你把你的东西用PHub上 是不用钱的 不用钱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那你要用这个功能呢 它有几个设定的桥算 第一个当然是 然后账号 然后GHub上面有账号 这是第一件 第一个动作 GHub上面有账号 然后再来呢 就先在GHub上 搞一个专案起来 建一个专案起来 好 内容一个 report 建一个专案起来 好 比方来说你的什么 hello 第三 就看你的情报题目 反正建一个report 就是在你的PHub上面的一个专案 建一个专案起来 然后 原则上 就public 或是private 原则上可能就放public 基本上你的东西是做成GHub pages 就代表你其实 这个东西其实别人右键 其实也可以看到你的内容 所以public、private还好 例如说你就建了一个public 或是你先建private 先好很多OK 之前这个是锁 要付费帐号才有 好 那就把一个专案create 起来 所以这个时候你在GHub上面就有一个 比如说有个hello第三 就是在GHub上面 那接着它下面就引导你有一个步骤 比如说你的电脑里面有个专案 你要去下这些指令 让这个专案对到远端的远端的这个 远端的这个GHub上 你再回专案nego 下一个动作是 好 放个专案 放public或private都可以先 对 然后把它建立起来 你建完之后呢 你的电脑里面 这就回到你的电脑了 你的电脑还有bit 你的电脑还有bit 你才能下那些指令 所以你要去把bit安装起来 这边有个网址 可以去装bit 那你怎么知道你的电脑到底有没有装bit呢 就是你要测试看看就知道了 确定有看到有版本号 有版本号就代表你的电脑 已经有装了bit进去 有这个工具可以多使用 那有bit工具之后呢 你就 你就回到你原本的那个资料夹 你原本的那个专案 比如说像刚才我在那个专案中 然后在VS Code中 启用内建的终端机 那这是用VS Code的好处啊 因为它就会帮你开在 你当前的这个专案的路径底下 你就比较方便不会跑错 那这边有提醒一下 温馨提示一下 就是如果你第一次在你的电脑中用bit 你一定要做这两个动作 你不做的话就是你会传不上去 它会卡在哪个步骤啊 在你的电脑一定要下这两个指令 分开下轮流下bit 空一个config 空一个-global 空一个user.name 空一个打一个英文名字给它 再来呢 enter下去之后 就是你就觉得很奇怪 但就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再来你再打一次bit 空一个config 空一个-global 空一个user.email 空一个把email档去 按下enter之后 还是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这个时候你的bit 已经有去榜 有去输入了使用者名称跟email 但它的规定 它规定一定要去做 不然是你不做的话 它就不让你上传 所以你就一定要把这个步骤做好 那你做完之后呢 就再回到你当前的这个专案 所以我就示范这些步骤 对不对 然后他说先init 在a的空一个点 再指定一下 当前我这一波的东西有 比如说我第一次上传 就firstconfig 或是说我这次update 结了什么bug 你就写在config的这里面 再来这一步呢 就是要去对到 你刚才不是在bHub 建了一个东西吗 这一步就是让他知道说 我这个专案 这个资料夹 是对到远端的这个专案 所以这个时候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现在已经是要把你的资料夹 对到远端去了 所以你在对之前 一定一定要注意 就是我看到还是很多人 没有照这个步骤来 就是你的左边这边 你的左边这边 你的左边是不是只有这样的东西 还是你是这边看到的是 我的我的大三 我的大三课程 然后呢什么什么 我的大三课程 资料视觉化 我的第三个专案 有的没的 没有 你一定要就长这样哦 就只有这些 如果你不是的话 你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会把整个 学习的东西都上传去 刚才那个 然后上面去 你会把整包都打上去哦 现在这个就是你的根目录 就是你的这个专案 要送上去 云端上去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 去打开下面的这个终端机 他应该就是只有对到 当前的这个资料夹了 所以我在这边打开的 里面的里面的东西 应该就只有这些嘛 只有那个就是这些东西 没有别的了 就是这一包了 不能有别的东西哦 要不然你上传上去 会很诡异这样子哦 好 所以你是不是打开到这边 然后呢你对着 刚才的这个步骤 来刚好这样子 刚才的步骤 他就是说 第一个 bit innate 好 innate之后呢 他会在你的这个资料夹里面 增加一个点bit的隐藏的资料夹 记载的所有bit相关 的资讯感 第二步骤呢 add 空一个点 然后呢 去把现在的这个专案的东西 加进来 然后呢 就是等于是这个资料夹底下 所有东西我都要上传了 然后第三步骤呢 减m 然后看你这一次上传的笔记 要写什么 没有特别要写什么就 或者扛命这样子 这时候他就去扫描 你目前所有的 资料 就是资料夹里面有的东西 OK 我是不是 我好像在这台电脑上 我还没有打过usernames 等一下看看他让不让我上升上去 好 那我现在打完之后嘛 那再来看看他 我是不是要去对到我远端的那个专案 远端的那个专案 后面这一串网子在哪里 这一串网子在哪里 刚才那个 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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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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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复制过来 这个 复制上去 好 对完之后呢 应该就你要 就要上传上去 好 这边 我这边是没有另外再取一个 叫man的分支 所以我就 传比较传统的 就上传到master 这样子 你就把最后的那一句 看得到 这样 就把这一句传上去 it push -u range mess write 可以 不要做 哦对 我是不是没有做那个log 那我来做一下 刚刚那个动作 他刚好 他刚好像就是有跟我紧照啊 我没做 我没做 我这台电脑上 我好像没帮他做 对 然后把你的名字 这样动作 我做一下 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对 我可以说 你能不能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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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好像对我手上这一台可能还要设定一下 平常比较少用这个上传给 好 我先讲一下最后的那个步骤好了 因为时间有限了 跟你讲一下 就是你顺利的上传上去之后嘛 就是我东西push上去之后 然后你就回到你的专案中 然后有一个地方 旁边的settings可以设定 好 嗯 我找一个我上面既有的专案 秀一下那个画面给你看 就是我这个现在是做一半嘛 随便找一个 不一定是 有一些好像不是 随便找一个 好 就是说这个好了 我随便找一个 随便找一个给你看 然后呢 settings 旁边这边会有一个这个pages 这个pages 所以你的pages这边 好像我这个是已经有打开了 这个这个练习过 所以我已经有打开了 这边 就会捧出一个网址出来 你在这个地方可以去设定说 就是这个 我是用目前的这个master分支来当网站 所以呢 他的网址就在这边 就会丢出一个网址出来 所以这个网址本身 应该就是一个网页了 对像这个做过练习的 这个网址本身 就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网 网站了 所以每个人只要有这个网址 他都可以存取到 现在跟我看到一样的这一页 等于你的网站就上线了 然后不用签 就是DHub DHub免费 就是你只要是前端的 你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丢上去 然后不用费用 所以算是蛮好的一个练习的平台 所以如果你的小组时间上也还允许 最后你做完的那个东西 你可以试着丢上去 其实丢上去之后会有很多问题 以D3来说速度很满 所以你可能还要再调教一下 做什么可以让它变得更快 就是呈现速度会比较正常一点 这个也可以纳入在你的报告中 也可以再说明一下 另外要再补充给你的东西是这样 就是在 这两个 这 有三份讲印 你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是我们这一期来不及讲的 一个是 散布图 把它贴在这里 散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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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再来是 折线图 有折线图的例子 这两份讲印用的都是 跟Vatcha同一个字要集 都是Movies.csv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用原本 原本的那一份 把它丢进去 然后跟着做 去看看这个结果 然后最后这边有示范了一下 这个 Light chart 这个是静态的 这个折线图没有在动 但是散布图 这个它有 互动的效果 所以 这份比较有趣一点 你可以看一下 互动的 我可以秀一下那个画面 给你感受一下 就是 最后做完的感觉 像这样子 就是你 它散联图显示了之后 然后 比如说右边可能有个显示区 然后我圈选了几个东西之后 我圈选了几个几笔资料之后 右边就出现了 然后右边移动到某个特定的时候 它就还 左边也会告诉我说 你现在秀的是哪一个 所以 使用者就可以很自由的自己去 想要做什么观察 在这个画面上 他可能想要 觉得 为什么 这部电影它的预算这么高 但是赚的这么少 但是 你可能好奇某一个点是哪一部电影 所以 你就可以自己去圈选某一块 然后去把这个的资料 留出来 做局部的观察 好 所以甚至包含到 你最后present的过程中 你最后present的过程中 你的网站 你做的网站 会不会就是你的 报告的一个 利器 就是你 可能在报告的过程中 就运用了 你自己做的这个资料 是有化网站来报告 这又更上层了 你自己做的一个工具 给你自己报告用 去描述说 我现在跟大家介绍这份资料 用的就是你做的网站 你个小组做网站 这很不错的 把全部的所有事情都结合在一起 这是很理想 好 所以就是 你要自己花时间 做 就是 网站开发 网站开发 这门客人就是综合的网站开发 加资料分析 就是纯手工打造 你自己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好 希望你就是 如果你刚好是一个跟我一样 喜欢玩网站的人 你应该是会享受这门课程 要不然你应该会觉得很痛苦 感谢 谢谢